这篇是由澳洲展望会工作人员所分享的小文章 它说每天我们周围可能会发生一些与歧视有关的情形 展望会与公所工作的环境也充满了这种种族的差异性 下面讲这个故事就是给我们看出其他公司对待种族差异的态度 以及他们怎样在这个问题里夸出的一小步 而英航在处理下面这个事件里的方式是令到很多人赞赏的 这个事件就是这样的 在一班由南非约保起飞的飞机里 有名看上来的经济条件不错的中年白人妇女 她被安排坐在一名黑人的旁边 她发现了之后就立即叫个空中服务员来 在这里不停地抱怨 那位服务员就问 请问有些什么问题呢 她就很不耐烦地 她说你没有看见的吗 你把我安排坐在这里 我是受不住跟这些令人这么反胃的人坐在一起的 你快点找个位置给我吧 那服务员就说 女士请你冷静吧 我们今天的班机是客满 但是我可以跟你去查一下 看头等仓有没有位置的 那几分钟之后呢 那服务员就带了好消息来了 那这位女士就很开心 就看着周围的乘客了 好像自己是很得戏的样子了 那服务员就说 女士很抱怯 经济仓已经客满了 我亦向机仓的服务长报告了这个消息 现在发现只有头等仓 还有一个空位 那这位女士都没开声 那服务员又跟着说 他说在这样的情形 将乘客提升到头等仓 的确是我们从未曾遇见过的情况 但是我已经获得机仓奖的特别许可 他考虑到这个这么特殊的情况 他认为要一名乘客 和一个令人这么讨厌的人躲在一起 真是不合情理了 那接着服务员警员 看着那位黑客人就说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我们已经准备好头等仓的位置 请你移驾过去吧 当时周围的乘客都起立很热烈的鼓掌 而那名黑客人就在一片的掌声之中 就移驾到头等仓了 其实人是人人平等 没有说这个种族的分别 但是很多人都不能摆脱这个这样的偏见 而这位白人妇女 她以为她自己是肤色白 就看不起旁边那位黑人 而要求去调位 其实人必先自无 而后人无自 她这样的要求 令到那位服务员 觉得她太过分了 所以有个机仓位的时候 是刻意请那位黑人去 不是请过去 令到她在当众里出丑 而其他人也不能忍得她的气焰 那么囂張 所以也热烈地鼓掌 在这样的情形 你说 你是否自取其欲呢 而这个的恥欲 是她自己找回来 是她应得的 所以人 真的不要看小人 尤其是 种族不同的人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